新冥 所以就設一些求職陷阱給他們 而編徒亦都看進了青少年 喜歡加入娛樂圈工作的心態 利用招聘配音員為名 來進行一些欺騙行為 在設有單車徑之路面上 必須使用單車徑 在馬路上與其他單車同行時 除非超越前車 應保持單行行駛 及設物在車樓中左穿右插 好 林哥 這個女生的聲音不錯 以新人來說算不錯 謝謝 謝謝 韓小姐你好 你好 剛才我已經聽過你的聲音 真的很不錯 謝謝 但你也知道 其實配音這行 真的需要很多不同的技巧 不過公司看你這麼有潛質 就會免費提供一個培訓課程給你 嗯 不過行政費方面 就要付2,400元一年 蛤? 2,400元? 嗯 除了都是200元一個月左右 嗯 你放心 因為如果公司在一個月內給不到工作 這2,400元是全數退回給你的 另外如果有工作的話 公司也會抽20%用的 嗯,那好吧 嗯 嗯 嗯 那這2,400元你打算付錢還是信用卡? 是信用卡 是信用卡 嗯 好 那這個培訓課程呢 下個星期就開始了 到時再聯絡你 嗯 好啊 這邊 在稍後的時間 這間公司真的有提供兩堂的配音課程給市主 而市主也獲得這間公司所提供一個 有數百元報酬的配音工作 不過過了沒多久 市主又再一次收到公司的通知 上到他們的辦公室了 今天公司叫你上來 因為又有工作給你了 是一個網上播放的卡通片配音 那這次的酬勞呢 就是以點機率計算的 嗯 還有呢 每一次的配音都要在六個小時之內完成 如果不然呢 我們公司是會有損失的 那所以呢 補償回公司呢 就要你去交2萬元補證金 那我們公司才可以給你一個工作 哈? 2萬元啊? 嗯 只要你完成到工作 這2萬元會回給你的 但我沒那麼多錢 那既然我們合作開就 1萬3元吧 1萬3元 1萬3元 可以嗎? 1萬3元? 嗯 好吧 不過我要錄卡 沒問題 那待會我會給你一份 臨時的配音員合約 下個星期就會安排你上律師樓 簽一份正式的配音員合約 給你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你坐一坐 我拿一份合約過來 來吧 何小姐你好 我姓李的 是這間律師樓的職員 今天安排你上來 簽一份正式的配音員合約 這裡一式兩份的合約 就是定名了你和這間公司 各方面的工作條件的合約 那你看看裡面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在上面簽個名 好 謝謝你 好 何小姐現在手續辦妥了 遲些我會通知你上來 拿一份正式的合約 那待會我會給你一份聲明書 那內容就是證明我們律師行 只是做一個見證人的角色 好 謝謝你 媽咪媽咪 不要生氣了 我以後不會到處走的了 好 好 下班 好 好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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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看 今天有over time 兩個小時 裏面人 器材 全部都是錢 你回去 你嘗試拿一份報紙 慢慢讀 好嗎 怎樣 你剛才錄成怎樣 唉 錄得不太好 剛剛被監製罵了幾句 嗯 Hello 我叫Abel 咦 那之前那位同事呢 他沒做了 以後關於工作上的安排就由我來負責 聽說你這幾天錄音不太順利 經常都要overrun 唉 是呀 都是我自己錄得不好 那你都知道公司如果你overrun了的話 會扣回你保證金的了 這層我也知道 那你又不要不開心 其實我們的客人很喜歡你的聲音 我們公司都很想給你多次機會 只不過公司就準備回到大陸了 但是我們又在大陸那邊 還沒有自己studio 那就需要你自費三千元去佈一間studio了 蛤 三千元啊 嗯 那個job就這樣的 希望你幫動物紀錄片配音 一共八集 每集就二千元人民幣 那總數你的酬金就是一萬六千元人民幣了 那公司估計一日之內應該都會配得完的了 這次還不限你六個小時 不過為了保障公司 就怕你中途退出 就需要你交八千人民幣做保證金 蛤 但是我之前那些保證金呢 過兩天會有會計部同事 找你和你計清那條數 嗯 那好吧 那我現在和你回辦公室 給我合約你簽吧 好的 謝謝 事主因為相信公司職員的發言巧語 多次就著不同的原因 可能是保證金 又或者是課程的費用等等 而繳付了數千 去到數萬元的金額不等 事主滿心歡喜 以為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不過事主所收到的工作 全部都是一些收入低微的工種 而且在工作期間 更加被所謂的監製諸多留難 甚至乎是因此而扣減薪 而結局去到最後 事主就沒有再收到這間公司 所提供的任何工作機會了 事主亦都因此而得不償失 KJ 在大陸租一個studio 居然要幾千元 聽起來都不是很妥當 不如問問我們今天請來的兩位嘉賓 他們分別是來自商業障礙調查科的謝邦版 以及來自清協的張志偉先生 你好 謝邦版 其實剛才的片段算不算是一個騙案 以及騙徒有什麼常用的手法呢 其實剛才那段片段已經outline 現在一般會見到的騙徒的手法 其後你會見到騙徒會說 香港的公司將會關閉 然後他們會在深圳裡繼續配音的工作 受害人通常會分開兩大類 其一就是一些會繼續上去大陸做一些配音 而這些配音室是不清楚是否屬於這些公司 配音完之後這些公司的職員就會打給受害者 就會跟他們說你們可能已經侵犯了大陸的版權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再追溯多一些賠償或者一些法律的金額等等 第二種就是有一些受害人就不願意回大陸去工作 這個時候這些公司的職員就會打給受害者 就會跟他們說你們已經在這個位置 他們就會打給了我們的合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就會再向受害者索償另一筆金額 去終止這個合約 在這個個案裏面 一個受害人可能會損失多少的金錢呢 其實一般如果受害人在很早期已經察覺不妥 其實可能損失是大概八百 或者是至千多元左右 在我們接收的個案裏面 我們試過有個受害人的 總共損失是可以高達到一百萬 那我要問一問張主任 其實現在流行的穩供陷阱有什麼類型 而如果青少年遇到的時候 又應該怎樣處理呢 我想一般求職陷阱主要分三大類 第一類就好像剛才那個無特業 就是這個配音騙案一樣 就是利用一些表演事業 去騙一些年輕人去參與 當中就會騙他們的培訓費 另外第二種就是一些實質的工作 但是僱主利用一些法例的流動 就令到那些小孩子去做了自己之後 就不發薪金給他 或者要追他賠償的通知金 第三類都是一些實質工作 但是可能是一些高危的工作 例如有些危險或者高空之類的機器 於是做的時候 容易令到那個年輕人受傷 令到他得不償失 至於一般年輕人遇到這些求職陷情的話 我想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了解清楚那個市場的資訊是什麼 從而避免被人欺騙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基於無知 被騙徒是有機可乘的 今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其實求職陷政有很多種 受害人除了會損失金錢之外 還有可能會損失其他東西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的話 千萬不要走開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